看来又有声音上门了 请进 请问刘大师在吗 阿姨您好 您先坐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刘远 如果你没走错路的话 我想我就是你口中的刘大师 您就是刘大师啊 果然年轻有为 只是大师您可别叫我阿姨 我今年才26岁 我姓宋 你可以叫我宋小姐 或者宋女士都行 我来找您 就是因为这个衰老和容貌的事情 不好意思 你这个情况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您请坐吧 详细说说 好的大师 其实这件事吧 还要从五天前说起 我叫宋飞飞 职业是一名模特 那天我刚参加完一场走秀节目后 像往常一样回到家里 哎呀肚子好饿 好想吃点东西啊 可是明天还有一组杂志要拍 算了就这么饿着吧 明天拍完之后再吃 飞飞啊 你过来 娘跟你说件事 好的母亲 孩儿这就过来 不知母亲大人 换孩儿前来何事啊 啊 是这样 你看你也不小了 你爹呢 给你说了一门亲事 将你许配给胡尚书家的胡公子 你意下如何啊 这 这 孩儿还没见过胡公子呢 爹怎么就答应人家了呀 哎 我这不是在跟你说这件事吗 人家胡府地位也不低 咱们结成亲家之后呢 对你爹在朝堂之上也会多一些好处 就这么定了哈 过几天 你爹过生日 胡家公子也会来 那孩子我见过 长得也算一表人才 这 全凭母亲做主 嗯 你下去吧 宋小姐 你的意思是 你身上发生的事 就是从那个古怪的梦开始的 是的 刘大师 我在梦里也叫宋飞飞 不过年龄却只有16岁 天真烂漫 长得也花容月貌 每天就是在绣楼里弹琴绣花 梦里的 我也没有反对母亲跟我说的这桩婚事 毕竟是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我只是有些好奇 这个所谓的胡公子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想在嫁过去之前看一看 母亲告诉我 过几天 爹就会宴请他们来府上 那天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 他们宴会当天 我在丫鬟小花的帮助下 换了一身衣服 偷偷地跑到了宴会大厅 小花呀 我穿你的衣服还挺合身的呢 小姐 人生的这么好看 穿什么都掩盖不了你的气质和美貌 死丫头 就知道贫嘴宴会开始了吧 走 带我去看一眼那个胡公子 好的小姐 您跟我来 在小花的指点下 我看到了正在和一帮书生打扮的人 高谈阔论的胡公子 这位胡公子长得是贱眉心目 鼻指口方 身上还有一种文人的气质 梦中的我呀 只看得双颊通红 心跳加速 直愣愣地挪不开眼睛 奇怪的是 自那以后 梦中的我就天天盼着 早日能与那胡公子成亲 那你们在梦里面成亲了没有 哎 这是说起来特别的怪异 后来 我手机的闹钟响了 我就醒了 哎呀 这个梦还真奇怪 整得自己就像梦里面那个宋飞飞一样 还挺好玩的 对 今天还有一个平面杂志要拍 得赶紧起床了 随后 我就起床洗漱 照常上班 很快一天工作结束了 还是老样子 回家 洗漱 睡觉 但诡异的是 我又回到了古代 又变成了那个古代的宋飞飞 但是这回我变成古代宋飞飞的时候 正被一个花轿抬着 我发现自己身穿大红架衣 头上还盖着一个红盖头 杨仔 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吧 嘿嘿 我假装喝醉了 从外面带了几个肉饼过来 还是热乎的呢 趁热吃了吧 不然会饿坏肚子的 相公 奴家盖头还没掀开呢 你 你将奴家盖头掀开吧 好的 为父这就来 杨仔 你 你真美 这么说 你们在梦里已经结为夫妻了 是啊 娶我为妻的胡家公子 叫胡四海 婚后对我也是百般宠爱 夫妻相敬如宾 而胡公子 有着一手单轻妙笔 他画的画栩栩如生 就在我们婚后的第二天 他就给我画了一幅画 画好后我看了一下 上面的自己手麻团上 哇 相公 你太棒了 这画的也太好看了 谢谢你 我 我要把它装裱起来 挂在我们卧室的墙上 哈哈 只要夫人喜欢 怎么做都可以 相公 你真好 嫁给你真幸福 夫人说的这叫什么画 既然娶了你 那自然要对你负责呀 对了 为父过几日便要去参加科考 家里的一切事物 就劳烦夫人操食了 夫妻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家的 没过几日 胡公子就去参加科考了 我将他给我画的那幅画表好 就挂在卧室里 婚后的生活 我和胡公子百般恩爱 夫妻更是相敬如宾 就这样 转眼就是一年过去了 我生了个儿子 我们给他取名叫胡德奎 德奎 德奎 希望你以后能够在科举中 一举夺奎 小子 以后你就叫胡德奎了 夫人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 夫君才华出众 起的名字很好呀 利益不错 把孩子给我吧 他可能有点饿了 嘿嘿 夫人 我也有点饿了 哎呀 夫君 你讨厌 哈哈哈哈 那他到底是不是饿了呀 刘大师 你 你 哦 不好意思 代入感太强了 没想到你梦里面发生的事情 还很精彩呀 这也太好玩了吧 你接着说 接着说 那个羞羞的事情就不说了 后来也是因为我的闹钟 我才从那个诡异的梦境中醒来 这一回我就感觉不对劲了 哪有这么真实的梦 而且梦里面的每个细节 都记得很清楚 最重要的是 还能够无缝衔接 但我因为工作比较忙 就将这事先压下来了 去公司忙了一天 又到了下班回家的时间了 飞飞 下班了 你不回去吗 我还有一些工作没做完 过一会再走 你先回去呗 好吧 那我先走了 明天见 好的 拜拜 哎 都走了 我要不要回去呢 公司没人 还有点害怕 算了 还是回去吧 晚上多玩会手机 少睡一会 应该就不会做那个 奇怪又诡异的梦了 那你这次回去睡了吗 是不是又做了那个奇怪的梦 大师啊 回到家里 我洗漱完就躺在床上 本来我心里很紧张 就是担心会做梦 所以按理说 不应该那么容易睡着的 可是我偏偏 刚一躺下就睡着了 果不其然的 又进入那个梦中 我还是古代的那个宋飞飞 但这回 我却变成了一个徐娘半老的妇人 娘亲在吗 娘亲 婉儿说她想回娘家看看 所以孩子过来告知娘一声 我陪婉儿一起过去住几天 你和爹过一段时间二人世界吧 好的 奎儿 那你们去吧 一路当心了 好的娘亲 孩子走了 我也没想到梦里的时间过得这么快 而胡公子 也变成了一个颇具威严的中年人 还成了一方县令 儿子胡德奎也已经成婚了 只有那挂在卧室里的画中的画像 依然是当年的那副模样 而就在这时我又醒了 醒来之后 我就一阵后怕 感到十分恐惧 已经百分之百确定是遇到邪乎式了 于是 慌忙的起床想要洗漱 可就在推开洗手间门后 洗手间内的镜子上出现了一个四十多岁面容的女人 我当场吓得昏死了过去 等再次醒来 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是飞飞呢 你这看起来都四十多了呀 莉莉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我好害怕呀 你好 请问你们谁是患者的家属啊 你好护士 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就是来通知您一下 刚才警察在检验科那边已经通过技术检验核对了 这个人就是宋飞飞 大师啊 莉莉是我的同事 也是我的经纪人 多亏了她四处打听 才告诉我 你们这里可以看事 你一定要帮帮我呀 我 我才二十六岁 我不想变成老太婆呀 那个什么 飞飞姐 你别哭 你最近有没有买过或者收到过什么古话 没有啊 我从来都没有买过或者收到过什么古话 难道我猜错了 那应该是什么呢 不对 肯定是那东西 宋姐姐 你身边有没有朋友以你的名义 收过古玩书画之类的呢 你最好问一下 好的大师 我我问一下我的经纪人 喂 飞飞呀 怎么了 那个什么 莉莉 最近有没有人给我们送礼物啊 比如古玩 书画什么的 没有啊 我没有收过任何东西啊 倒是有送礼物的 但我都给推辞了 不过不知道你表哥有没有 我问问他 喂 你最近有没有收礼物啊 尤其是以飞飞的名义收的 玩游戏的 别吵吵 你说啥 礼物 以飞飞的名义收的 我想想啊 有对对对 我几天前倒是收到过一幅古画 那是大龙娱乐的副总 张大龙送给飞飞的 我就收下了 表哥 你什么时候收的 我怎么不知道 你怎么能收张大龙的东西 你不知道他的企图吗 飞飞啊 你也知道 咱们换娱乐圈的 不能得罪这些娱乐公司的大人物 人家送了我不收 就把人家得罪了 我也知道 他垂涎你的美色 如果他真的对你 做些过分的事 你就和他翻脸 他要找我的话 我就说是我单方面收的 这也是不让你知道的原因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行了 你将那幅画放哪了 还有你还收没收 其他什么东西 我就放在你保险柜的家层里 别的东西真没收 要不是张大龙 那天威胁我说 我要是不收那幅画 他就要给你使罐子 那我打死也不会收的 表妹你要相信我啊 我相信你骂了个八字 我被你害惨了 宋姐姐 现在可不是你说这些事的时候 咱们还是先上你家 去将那话取出来看看吧 宋老三 你给我等着 我跟你没完 那个什么 大师 我带你去我家 是我 不 不是我 是古代的宋飞飞 梦里面的这幅画 是胡公子画给他的 大师 就是这幅画 和梦里面的一模一样 宋姐姐 现在我已经可以认定了 你遇到的就是 画中仙 也可以叫她为画中鬼 什么是画中仙 画中鬼啊 哎 起身离红尘 影子落人间 千年回身孝 只愿画中仁 刘大师 这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呢 宋姐姐 这画中仲鬼的形成条件就是 首先要有一个人十分喜欢一幅画 要与这幅画朝夕相处 时间久了这幅画就会沾了很多这个人的人气 而这个人死时还要有很大的遗憾 而且下葬时还要有这幅画陪葬 在经过无数岁月后 这幅画在棺材里吸收了那个人的死期 然后他就会变成那个喜欢这幅画的人 然后这个画变成的人 就会去完成死的那个人的遗憾 所以 你碰到的这个画中仙 显然是古代那位叫宋飞飞的女人的一面所画 而你在梦中也应该清楚了 宋飞飞的遗憾应该是早早死去 没有陪伴自己心爱的人共度一生 而画中仙为了这个遗憾 所以吸取了你的青春用来完成她的遗憾 大师 那我该怎么办了 这幅鬼画吸走了我的青春 那我的青春还能不能找回来了 如果不能的话 我也不想活了呀 宋姐姐 你不必担心 我既然已经找到了这幅画 自然有办法将你的青春取回来 那就劳烦大师了 只要能让我恢复青春 多少钱我都愿意 是啊 宋姐姐 你说的没错 是到了谈谈价钱的时候 毕竟我做的也是买卖 刘大师 不知您这收费标准是 按照市场价 一口价十万 拒绝还价 行 没问题 我 我这就去拿手机 马上给您转过去 嘿嘿 发财了 天地玄宗 正如神通 洞会交涉 金怪忘形 太上有令 搜捕邪金 积极如律令 收 支付宝到账 十万元 嗯 来 宋姐姐 你把这个葫芦里的白气 用鼻子全部吸完 然后你就可以恢复青春了 刘大师啊 太谢谢你了 你可真有本事 你谈女朋友了没 哦 这个 我还小 暂时还没谈女朋友 这样啊 那我送你回去吧 那怎么好意思呢 哎呀 有啥不好意思的 走了 感谢各位小伙伴们的观看 本集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道是味觉芳华 以半雕 有闻落叶 卷寒潮 脆烟不慎 烟之血 环沛蓝寻 细流腰 任你在年轻时 多么美丽动人 也啊 有老去的那天 时光荏苒 容颜易老 这是生命的定律 没有人能够违背 所以呢 我想对大家说 趁着青春年少 趁着莲花正好 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让我们一起为了美好的未来 享有努力吧